我们下来比赛看一个人最多可以亲几个人 Oh my god 对 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身边的就这样 欸!然后就开始makeup 亲完之后就换亲下一个人 好快乐 然后我就 那是我第一次 乱makeup 而且我第一次跟女生makeup 哦 旁边的人很high吧 很high 我第一次一次跟五个人makeup 这辈子第一次做什么 要寄给妈妈听了 而且我就是 我很straight 第一次跟女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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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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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有FIRST STORY跟KKBOX的赞助播出 上集也是哦 感谢糖果爸妈 然后呢 我愿意自愿的吸 创办人Kirk的屌 好 也欢迎大家使用我的折扣码 MMMW就可以注册FIRST STORY的时候 可以得到50元哦 然后今天这一集呢 主要跟大家来聊聊的是 荷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相信绝对是大家心中的自由之地 因为他们可以合法卖营啊 然后合法的卖马 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度 那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邀请来了Pussy Protagonist 他在当地的时候还有采访了就是所谓的橱窗女郎 那我们可以来听听这些合法 倡计自己本人的想法 那我觉得大家就是 你知道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这一集哦 然后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这一集录的时候有点久远 所以音质上是有点差异的 但我觉得没有到不好就是还不错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这一集咯 哈啰大家 欢迎回到新的一集的早安林药 那这一集呢 我在读情的我的好朋友 Pussy Protagonist 有进步 每次都有进步 真的吗 这一集我们来讨论就是有关荷兰的一些无论文 因为毕竟Pussy Protagonist小姐一直很长 烦耶 哦 那就Pussy小姐 哈哈哈 这个比较好 Pussy小姐呢 他去美国读书 然后呢他就有打算去荷兰交换一个学期 不幸的就遇到COVID 对我就被送回家了 对啊就被逃回台湾了 对 可是他还是有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 我们打算跟他聊聊说 诶荷兰的一些生活 毕竟你知道荷兰我们蛮多想象的 嗯嗯嗯嗯嗯 那我们还是简单跟大家讲说 Pussy Protagonist在聊些什么 嗯我的Podcast主要就是在聊 主要是在讲性爱 然后还有一些性向的讨论 然后就是一些自己的故事 还有朋友的故事 有纯英文跟纯中文哦 所以大家讲练英文也可以听听看 好那这一集聊荷兰 那一开始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 因为前阵子荷兰才改名 变成Netherland The Netherland 哦要加了哦 对应该有the 为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 比如说你讲美国 就会讲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哦哦OK 英文上的东西 对对对对 因为他原本叫Holland 然后后来才知道Holland 其实有点像是英国给他们的名字 嗯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是 我一去荷兰第一件事情就是学校就是教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有要上历史课 其实Holland 只是荷兰的一个地区而已 哦哦 OK 就是这样就比较想台中或者什么 就一个城市 那为什么会有点像是以Holland 来以一概全是因为 因为那时候17世纪荷兰 他们那时候航海国家 那个地方有点像是它的开启地 就是Holland 这个地方很很繁盛 所以大家就是想到荷兰 就是Oh Holland Holland 这个place这样 之后会改成叫做Netherlands 是因为Nether在 The Lantern The Netherland 那Nether這個字它是低蛙的意思 它是很低嗎? 就是沒有就是很低 說整個荷蘭都很低 因為荷蘭意思就是 the low country 荷蘭在低於海平線上 哦 就是天海照顧 哦真的嗎? 對呀呀呀 所以它會有風車啊 什麼那些的文化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大家荷蘭的印象就說 哦它是一個低蛙國家 對所以Nether這個字就是low 然後land就是land嘛 還是有一些文化造詣的 對對對我也是 我也是去了荷蘭才知道說 哦原來這兩個字的差別這樣子 對不對 現在比較不會有人用荷蘭 來稱呼那個 對會比較要用這個全名這樣子 OK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對要說 The Netherland The Netherland 我有學好了 有了我不錯 那為什麼妳當初會想去荷蘭交換 就是剛好我們學校有這個program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那個安妮的日記 哦呀 對 然後可能小時候就看了一些電影或者是什麼 然後就有看那個amsterdam的很漂亮的房子什麼 所以我小時候就一直對荷蘭有一個憧憬吧 就會很想說很想要去看看 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嗯嗯嗯嗯 因為我以為是我比較膚淺 怎麼說 因為我想到的就是哦 因為荷蘭就是性比較開放啊 然後可以抽大嘛 那個是我可能之後大學才比較比較有去認識 但是以前一直一直想要去荷蘭 不錯哦 對然後還有大麻 沒有啦 安心 後面會聊到這一節 對 那那妳去荷蘭那邊 荷蘭人是怎麼樣的概念 我說他們的個性上 我覺得個性上我還真的還蠻喜歡的 應該說一剛開始會覺得高大 你說什麼高大 就是很大隻哦 體型啦 對真的就是那邊人真的很高什麼的 然後就很buff這樣子 對對對 而且我朋友說他們很高 可是是香的 欸 她說像 我是沒有特別聞啦 我朋友說巴黎的人就比較臭一點 我看他還沒聽到我就回來了 就COVID了 So sad I know 對 個性上呢 個性上還不錯 英文就是很transparent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公開tolling的 哦 其實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比如說性工作什麼這件事情 對 都有連結到 我覺得他們有點介於 個人主義跟團體主義的中間吧 嗯 對 就是不會太extreme 像我們就可能比較collective 然後美國就會比較individual 那我覺得荷蘭人在一個中間 所以我還蠻喜歡 你知道嗎 等一下荷蘭是會很冷的地方 會下雪的那種嗎 荷蘭不會 有幾年會啦 比如說我這次去一月去的時候 大概七八度吧 就是冷 但是不會像Boston這樣-30 那種暴風雨 因為我通常都會想像都是會下雪的地方 冷才會很大隻 哈哈哈哈 又是刻板印象 很激問題吧 哦是激 但是大概天氣我覺得還不錯啦 然後是舒服的 是舒服的 那 跟荷蘭人相處後 你會覺得他們思想跟台灣人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就是像我們剛剛講到說 就是他們講話比較直接 不是說不經思說 而是說 他們不會去避諱讓你知道他們的想法 或是說他們可能做事比較大啦啦的 你說你這樣讓我不開心 我不喜歡 嗯 對 但是他們喜歡溝通 他們很care溝通這件事 他會覺得那我們就是要把它講開 你說因為我不舒服 那他就會說 那我們現在想想看怎麼讓這一次解決 或者說因為我很舒服 不是 或者是在展現一些affection 我會想要讓你知道的這樣 就哇 我很喜歡你 我很喜歡你 很直接的 不會像台灣人那邊扭扭扭扭 對 或是不講啊 或者是想很多這樣 就說你睡了嗎 你不知道這句話意思就是我喜歡你嗎 他誰知道 對對對 這個可以 因為荷蘭也是世界排名國民快樂的地方 所以你是真的有感受到他們是快樂的樣子嗎 快樂的 這點我可能還一樣 我沒有夠深入去討論 但是我覺得可能生活比較慢一點 比Boston更慢 慢火很多 哦真的哦 比如說 跟台南一樣的嗎 對 就是有一個台南 比如說腳踏車這個文化 哦對啊 他們做很多事情就是不會搶快 騎腳踏車的時候會啦 尤其在Amsterdam的時候 你說 騎腳踏車直接搶快 我跟你說很多時候 差點要死在腳踏車底下 真的嗎 你說他們是一個腳踏車流 然後他們就會很兇 就假的位置 對對對 好好笑 但我一說生活步調這件事情 對對對 而且他們就會比較自在說喝杯茶 或者是什麼抽根菸啊 他們很在乎那個時間 比如說因為我在學校上課 然後我的老師都是荷蘭人 就是他們就會有一個 他們自己的休息時間 他們就說這個時間就是我的時間 然後我就是要休息 喝個咖啡聊個天 但這就是我的時間 你不要來吵我 對就是他們很重視這個天 好棒哦 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忙碌我們工作 可是我們這個東西是一定要在的 就有點像work hard play hard的概念 那等一下他們會加班文化嗎 好像比較少 所以我想說他們都可以這樣好好休息的 還不加班 這個我不懂 台灣老闆不會原諒哦 沒有沒有沒有我可能沒有看到 OKOK 那你剛有講到說 他們城市有特別腳踏車文化 那你可以講一下說他們城市有什麼 可能跟美國或跟台灣不一樣的氣氛嗎 腳踏車文化的話這個點就是 車子會比較少 交通公共交易很發達 但是你反而開車什麼人 我破一點 哈哈哈 沒關係 大家原諒那個 開車什麼的就是可能郊區 哦真的啊 對對對 好棒哦 真的超多腳踏車 路邊全部都是腳踏車 然後還有腳踏車的那種地下停車場 應該超多 我知道 Amsterdam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新開的就是公共腳踏車停車場 非常美 而且是真的 是國家級的那種停車場 而且我去車站或者是什麼的 嗯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有機車停車場 他們就是腳踏車停車場 然後停滿滿的 超級擠 根本就是不可能會找到你的腳踏車 哈哈哈 那對耶 超級 腳踏車長一樣 怎麼找到自己的腳踏車 然後我老實就是說 其實一個荷蘭人通常會有3到4台腳踏車 因為會被偷 哈哈哈 好像被偷啊 對 或者是不同機能的 嗯 對對 可是上班買菜是這個爛腳踏車 越野的就是這個 就是腳踏車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交通工具這樣 好酷喔 嗯 所以說他們每個人都一定會有腳踏車 那你有嗎 我也有 就是我們那時候去學校老 就說欸你可以租腳踏車 嗯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租了 欸他超爛的 哈哈哈 然後因為就是我 被偷了嗎 沒有沒有 就是老爛 然後就很難騎 因為我會去健身房 或者是有時候跟朋友去超市啊 嗯 都要騎腳踏車 都是騎腳踏車 或坐公車啦 好像日本的感覺 就我很喜歡 嗯 就是很悠閒 或一個自己的時間 聽起來是很舒服的城市 很舒服很舒服 對對對 我的天啊 好想去喔 拜託一定要去 真的荷蘭超棒的 那除了這件事情 那荷蘭整個國家有給你什麼特別的culture shock嗎 像是我 就是剛剛有發現說 他們竟然是有王室還存在 還是我太無知了 喔是啊 可是可是好像我聽就是 荷蘭的朋友 沒有人會太care他們 representative而已 但是他沒有一個實際的 權利 對對對 他就是一個存在 可是他們會 proud of them 沒有看到生活中有這樣 對對對 因為比如說像泰國的話 他們就是咖啡廳可能都會貼照片 喔沒有那麼誇張 荷蘭真的沒有 他們的那個皇室文化已經縮水了 就只是一個有錢的家庭 對對對 大家不會覺得他們是一個精神象徵 不要少啦我覺得 嗯嗯嗯 我真的很無知 因為我完全忘記他們是有這種 對對我之前也是 我也是去了才說 喔對還有這樣 嗯嗯嗯嗯嗯 那食物上是不是有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還可以啦 就是 有點勉強 就是對 但我覺得可能會比美國食物好一點 喔 因為他們的 比如說他們的主食 當然就是以Potato為主 喔真的嗎 然後因為我自己人 自己人很喜歡吃Potato 就很想吃Potato 很肥的感覺 就這樣我就很喜歡吃Potato 對 所以說他們都做薯泥的東西 就是或者是煮的啊 比較不會說喔薯條或者是什麼 比較推薦給大家的 比如說什麼生飛魚喔 你有寫 對啊那是什麼啊 他就是 我跟你講他就是像撒西米這樣 我那時候有吃 就是他會有一個自己的味道 可是不可怕 就是像我們在吃生魚片這樣而已 一個完整的魚 然後是生的給你吃 對你就是這樣整條這樣 所以不會很chill 不是飛魚罐頭那種 喔 不是瑞典那種 他只是一條魚 然後他可以稍微有淹過 那他是 生的 魚皮什麼什麼都做 對 頭沒有他就是一個身體 一個味道 對對 吃這樣 然後是好吃的 你不會用好茶 不好吃 但是不排斥 或我自己 因為我可能 我喜歡吃生魚片 或是壽司 對我們來說 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可怕 我覺得 我自己很喜歡 比如說那個 Strip Waffles 啊來 什麼 就是一個 一個荷蘭的鬆餅 Strip Waffles S-P-R-O-P OK 對然後 他比較吃起來 比較像是餅乾的那種鬆餅 不是那種 fluffy的 painting 就是小小的 他就是像一個餅 對一塊餅 然後他中間可能會夾焦糖餡 或者是 Nutella 然後就是熱熱的 可是他就像一個餅乾 所以是路邊攤會賣的 對路邊攤 如果你要吃現烤就是路邊 超好吃 好想吃喔 那你超市有賣就是小片的那種 就是餅乾 然後我再拿去自己烤 對 就是我喝個茶的時候就會配 他們也會喝茶喔 沒有到英國那麼誇張 可是就是可能會配個個點心 就像Biscuit的概念 好快樂喔 就認識一個荷蘭的朋友 然後也是因為他我才認識到這個 這個東西 你說所謂的荷蘭朋友 欸很會 是Go on day的朋友吧 對 好我們去反正就話 Bumbo認識的啦 然後他 Bumbo Bumbo Bumbo是西方新的app嗎 你不知道Bumbo 我好吐喔 我只要聽的Coffee Meat Bagel 是新的 沒有沒有一直都有啊 Oh my god 對啊對啊 OK 所以Bumbo是歐洲流行 還是美股也流行 就歐美 好我吐了我吐了 所以你就在上面交友軟體聊 對就滑到 然後其實他的身份也蠻特別 就是 皇室啊 不是皇室耶 沒有他其實是台灣人 他是台灣人 只是他出生三個月之後 就被領養去荷蘭 領養 嗯 所以他沒有任何對台灣的認同嗎 呃他有想要去 回來 旋根的概念 對那他有來過台灣一次 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荷蘭 荷蘭 他只是長的是台灣戀 嗯 但是他的思想 很荷蘭 對他也不會講中文什麼 那你跟他相處過程中 有感覺到什麼 跟其他國人 Dating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就像我們剛剛聊到 他的想法或者是什麼 他會很直接的表達 嗯 可能我們講話就比較內斂 比較喊趣 然後比較害怕說 欸太直接會嚇到對方 他就會覺得說 欸我今天喜歡你 那我就要跟你講這件事情 這樣 哦 或者是說他就會坐下來說 想要definition 不是說我們要define了什麼 而是說 那我們今天在哪裡 那是在這裡嗎 好那今天如果在這裡 那就在這裡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要講清楚說 這是約炮嗎 還是 這是曖昧嗎 好可愛喔 還是這是交往嗎 對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 欸我看到 從他身上就是學習到 根本必須要兩個 雙方都要有一個共識 對 而且他就說 我們就是喜歡communicate這樣 對 聽起來好棒喔 還不錯 因為我之前幾個推向就是因為都沒有講 所以就很mess 你是在美國的時候 就那個huffle蛋啊 其實就美國那一集有講到的 所以美國人反而不擅長 沒有那個他們 喔那個人是台灣人 那個人是台灣人 對對對 這個這個荷蘭人幾乎是我第一個 你說認真的 對 還會回去找他嗎 就是希望啊 因為 oh girl oh I'm gonna cry oh 我們那時候原本想說要去歐洲別的地方 oh my god 好romantic 就是就是看有沒有機會 機會 這樣的 就Kobe來了 對 天啊 你們是被Kobe可能會拆散的一對 對啊 所以就是緣分 不好知道 就還是有聯絡 你也不會幹嘛 對啊 那你還有機會回荷蘭嗎 其實不行 是啊 就是可能之後以後自己去 天啊 超慘的 你們真的被武漢肺炎害慘 不會 可以說武漢肺炎嗎 因為我在台灣啊 哦 嗯 對 那講夠多這些很溫和的東西 哦 差不多可以講一些新三色的 哈哈哈 還不夠新三色 還好吧 這個純純下次戀情 OK 荷蘭集最著名當然就是他紅燈區啊 嗯 荷蘭的紅燈區會很可怕嗎 一點都不可怕 你說你走進去也不會覺得那個氛圍感覺是 不會 很多人想要你的錢這樣 不會啊 不會啊 因為他規劃得很好 怎麼說啊 就是 因為這是一個合法的東西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 政府的把關 然後警察什麼的 街道規劃什麼的 其實都是很好的 會很像一般的路上嗎 比如說你去到紅燈區 你不可以拍照 不可以什麼的 哦 他還是有一個自己的潛規則的概念 OK 對對對 不可以喧嘩或者是 哦 不能喧嘩 不是不能在那邊 說 不是 不是 這樣在那邊抓到 哦 真的哦 沒有就是不能 還是要尊重嘛 很多人會覺得說 哦 獵奇的心態 對 去紅燈區 嗯 那可能就會做出一些比較不 預計的事情 尊重的 對 但是其實他們是非常非常的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真的真的 因為我剛才有看到說 他們有一個新的市長 這個市長上 然後他有點像更尊重那些新工作 因為他是女市長 嗯 然後他就說 今年的1月1號開始 他們是禁止那種所謂的步道導覽 哦 就是比較commercial的 因為這樣他覺得反而更不尊重這些人 對對對 然後反而會讓大家對於這邊是有一個不太健康的想法 對對對 嗯 然後我想說哇他們已經進步到這種地步了 真的 真的 我覺得這個我覺得可能就是我的cultural shock啦 你會覺得說哇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尊重性工作者 或者是說這個區域 他們都是一般勞工 對啊 而且他們要有該有的權利 完全就是一定要的 為了要保障所有的性工作者 身體上啊心靈上的一些權利 他們都做得非常完整的 天啊 而且我後來才發現他們是連 呃 西元1200年的時候 嗯 這裡就已經有差不多 嗯 這種產業發生 很久耶 這個歷史 我們那時候有學到一些 提到以前可能的航海時代 就是 魯夫啊 對就是因為 對荷蘭的航海產業很發達 哦 因為以前也 他們跟西班牙都蠻早出來的 對對對然後你說那些去航海的人 他們一次回來 嗯 可能都很久了 很horny 就會 對很horny 就會 就是所以他意思說這個東西是需要的 哦 那為什麼會要把它設立在港口 一下船就可以大概 對那 他們之所以會設立 是因為為了要保護 居民保護其他的婦女 天啊好進步喔 對對對 所以他們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的存在是有必要性的 他們當然 並不會覺得說 這是好事 可是他們覺得 因為他就在那裡了 對 那如果你 你能夠 有一個方式 讓他是好的 或者是可以解決別人的需求 那犯罪率就會降低 哦 現在的想法 就是延續以前這個 是這樣來的 對他們就覺得說性 就是很基本的 的需求嘛 嗯 或者是大家都會 horny 哈哈哈哈 那如果我們今天 有一個地方是讓大家可以去做這個東西 而且 你因為去那邊交換 所以 上課 你有機會訪問到那些 紅燈區的櫥窗女孩 呃應該也是老師的朋友吧 就是一個櫥窗女孩 老師的朋友是 Sex Sex 就是老師的朋友的朋友 就是因為又是教育性的可能 嗯 也比較多人會願意接受這個訪問吧 嗯 那你訪問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今天中場休息還是要再度提醒大家 KKBOX現在已經聽得到Podcast囉 要是有KKBOX的娘娘們 我相信你們馬上打開手機 然後追蹤早安靈娘好不好 當然啦 不管你用什麼平台在聽我的人 麻煩你們都追蹤起來 這樣你們才可以 你知道馬上得到我更新的通知 因為畢竟我最近有點不穩定 哈哈哈哈 就是我雖然標榜禮拜三上線 但是我有點拖延症 所以有時候真的有點不一定啦 就是可能週三週四 但欸 這一集上號拖到了週五還是週六呢 我自己也不確定 所以我非常感謝對我的耐心等待 還願意聽我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KKBOX 還是要再度跟大家分享 Linia所用的hosting平台是在First Story 不知道First Story的朋友 First Story其實就是你製作Podcast的好夥伴 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做的作品 然後丟到上面 然後全世界就聽得到了 Just like me OK 然後好工商時間結束咯 再來就是中場時間的主場秀 就是要回給我 回饋 回饋 回饋給我幹娘 回饋給我最親愛的娘娘們咯 第一個要回饋的Apple Podcast的留言 是愛冒險的小江 她說五星推爆 她說她在這邊跟琳娘告白 就是我嘛 你看她這邊提到我了 然後她就接著她就說 她是隆隆的粉 我想說什麼意思 你不是說你要跟我告白 然後你說你是隆隆的粉 什麼意思小江 開始生氣 然後她說我們對她打開了 就是同志的大門 我想說哇我們同志有這麼少見嗎 其實我蠻好奇的 所以她聽起來就是一個直男或直女 所以我不太確定我直的比例有多少 歡迎直男來私訊我 直接忽略直女欸 有些直男要是想要體驗一下 不一樣風味的時候 隨時私訊我好不好 然後呢她後面還提到一句話說 希望節目可以長長久久的往周更的方向去 有人說哈囉小姐 還是先生 我已經周更了 只是不穩定而已 有沒有太尊重我 好啦不好意思啦 是我的問題 讓你覺得我自己沒有在努力周更 我有 我在努力了好不好 謝謝小江 我很感謝你 她說上廁所也要聽我 就是怕黑的時候也要聽我 OK我願意陪伴你 你在大便我也陪伴你好不好 然後呢 這一位就是被我唸到多次的開堂首解克 嬰兒跟來賓聊天的時候 雖然笑聲淋淋 但是她聽得出 我的問題都是有一些切點在的 然後呢她覺得很棒 謝謝你開堂首 I know you know me這樣 我跟你講寫反鋼真的很累 就是像我今天晚上就要錄一集 結果反鋼還沒寫出來 我怎麼會那麼累啊 就是要花一點心力 見急要死了 所以真的是不簡單了 大家如果要做Podcast請三思 所以如果大家有知道治療拖延症的藥物 拜託就是馬上寄給我 我很需要 然後真的非常感謝大家就是努力的留言 你知道鼓舞到我 所以歡迎大家繼續去留言給我 然後接下來呢 林娘最重要的醫師父母 其實大家都很重要 只是因為她就是提供了我一些糖果 所以我要來回饋這些糖果娘娘們 那這個禮拜呢其實有兩筆懂 但我想說先念一則 下禮拜再回饋給另外一位娘娘 唱不一樣的歌 因為呢這位娘娘有特別點歌咯 她是咩 她懂內了 然後她就說唱一首9M88的九頭生日 就沒有講別的了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就來完成你的心願 那大家準備好了嗎 哈哈哈哈 沒有想到會在我的節目 聽到我唱九人爸爸吧 哈哈哈哈 先不要跑走我會唱很懂 九頭生日 不想和你say goodbye 嘻哈嘻哈 九頭生日 我的九頭生日 欸這首歌就是很難唱欸 我就這樣唱就好了 我怕嚇跑大家 然後她的編曲竟然是黃萱欸 好愛她喔 黃萱嫂好可愛 我那天就是去跳舞的時候 我看到她本人 我眼睛離不開她 哈哈哈哈 然後中档休息時間的最後 再度感謝大家的抖內跟留言 然後要是你就是喜歡Linia 支持Linia 我跟你講 呃我的節目連結裡面 點下抖內連結 抖內我 哈哈哈哈 很認真拉下線 然後我跟你講 如果你覺得說 啊 要是還沒那麼喜歡 那我跟你講 你們就把我的節目推薦給你們身邊的朋友 好不好 你一週就推薦給兩個人 或一個人就夠了 我現在需要一些新的聽眾 那就再麻煩你們了 然後非常喜歡你們 所以希望你們真的還是有繼續被我的節目娛樂到 I love you guys 好那最後呢 我們就要馬上回到這一集節目的正題咯 那後面還有什麼內容呢 性愛跟大麻有一些相關的主內容 那就麻煩大家繼續聽下去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應該說我那時候第一個禮拜去的時候 然後學校就帶我們去Amsterdam 參觀紅燈區 就請那一個sex worker 告訴我們一些歷史啊 然後帶我們進去他工作的那個櫥窗 裡面 OK 然後那個櫥窗就是會打開給路上的人看 對他就是開一個門嘛 然後旁邊兩片玻璃 然後有一個窗簾 那他如果打開他就坐在那邊 等於是他就是在工作的 招攬客人這樣 所以等於說他今天要休息 就把窗簾關起來 可以而且他們那些都是 self-employed oh really 對 所以我只是租場地的概念 對對對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性工作者 我是要自己去租場地 我沒有什麼背後什麼的大姐什麼的 oh my god 我就是自己自營自收子 我就是租房租啊 很像那個 對啊 販賣雞娃娃 吃娃娃雞 對 你就是付那個櫥窗的錢啊 可是在他們可以去租這個場地的時候 是不是有需要特別受過一些訓練 倒不用欸 就是你可能只要有一些 health check 那是有需要 license 嗎 這個工作 就是要 license 就你不可能說我今天我要當一個 sex worker 我要去 就是你要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 確認說你今天 certification 對 因為他會怕那個 trafficking 就是怕 就是人犯 你看 走私的那些人 然後他們抓了一些有的沒的的人 進來買 對對對 所以這一點也是 也是為了要防犯這一點 歐洲好像蠻多這種故事 對啊對啊 尤其性犯罪這個事情 你在訪問他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問到 他們會覺得什麼 比如說自己會 因為做這個比較低人家一階的感覺嗎 我覺得不會欸 他們就覺得 他們很proud 他們是proud 他會覺得說我今天有這個能力 就是覺得我可以展現我身體 我可以用我的身體去賺錢或什麼 就我可能我身材就是比較好 對 每個人想要吃的都不一樣 preference也不一樣 所以你在那條路上 可能會看到各種不同 你知道body type的人 對對對 會有大size 對 很多啊 他們都比較大size 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 等一下會問到一個 比較政治不正確 那會有什麼 你知道就是殘障的人嗎 呃 沒有看到 可是會有transgender的人 喔OK 欸那會有男生的嗎 呃也有啊 整條街一起 還是說他是特別另外一區 對 其實transgender呢 他會有一個自己的一個小區域啦 對對對 好酷喔 學校有跟我們說說 那其實大部分都是女生 所以他們的薪水應該還是比一般的好一點嗎 薪水的部分喔 因為他們是自己談價錢 那你如果客人OK 他OK 那就是OK 就是談好 對談好 我不知道那個行情 你沒有消費 我沒有消費過 一定窮學生 對我也沒有 對那個 那你有了解到說當地人 或荷蘭人 對於這些性服務的想法嗎 不是說所有的荷蘭人都可能贊同這個事情 嗯 我老師也有說可能一些比較 保守的或者是老一輩的可能比較不能接受 但年輕的或者是住在城市的人 可能就會比較去支持 或是覺得說 欸性工作這件事情不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嗯 對對對 反正他們也會覺得說欸 是要保護的這樣 天啊 台灣加油 可我就聽過說台灣可能已經有過這個法 只是沒有人敢去設一個區域 那你這樣等於說讓那些現在在做的人 就是要變成是地下化 對對對 那你反而就管控不到這些人 對對 反而不是一個那麼好的事情的感覺 嗯 而且很多犯罪就會因為地下化而產生這樣 因為他沒有辦法保護啊 政府沒有辦法立法這樣 又講到這種這麼公開透明 那他另外一個服務也是非常行之有年的 就是大麻合法 嗯嗯 嗨 哈哈哈哈哈哈 馬拉瓦娜嘎 哈哈哈哈哈哈 河南的呼馬的體驗 就是跟其他地區有不一樣 其他地區 美國是真的要一個儲房間 那河南是有娛樂性大麻 對 因為我在巴士登 嗯 那巴士登其實是合法的 立法的方式就是要儲房間 嗯嗯 對那他可能 所以你都這樣拿嗎 沒有我都從我朋友拿來 我沒有在美國買過大麻 喔 因為我是外國人啦 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 嗯嗯嗯 對對對 對然後因為我還沒有二十一歲 Oh my god 對啊 那你連酒都不能喝 對啊 supposedly 對 所以那荷蘭是說我不用任何廚房間 不用你就是一個遊客 他也不看你護照 大家應該知道荷蘭有coffee shop 我知道 Coffee shop就是賣大麻的店 嗯 然後你就是進去 它就是一個櫃檯 上面就有家務表 你要哪一種哪一種 什麼成分然後多重 多少錢 然後你就進去 什麼成分是CBD比較多 然後什麼 對對對 或是你要light一點 或是你要happy的 或是你要come的 Jesus 對 好發達 他都寫得很清楚 然後多少錢 然後你就進去你就說 我要那個 然後你就付錢出來 這樣 會很貴嗎 我都是買那個捲好的 偶爾就是 髒一下再去買 對就是跟大家一起social的時候 我才會做這件事情 天啊 我媽會聽到自己啊 不會吧 你媽會出現在網路上嗎 不會不會 她頂多在light的火 小圈圈吧 長輩 對就是呃 那我就會買joint 然後大概是一根大概 六到十二塊歐元不等吧 三百 對 淡一點的就是大概六七八 那你如果要haze那一種 嗯 強的就是十一十二 那一根是可以大家一起share 都有感覺的 還是一個人 可以啊 你可以share啊 但是我們通常會自己 各買一根 因為大家的量不一樣 ok 在美國比較常一起抽一根 對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荷蘭因為抽大麻 發生你的coun是 我coun是在美國耶 喔竟然是在美國嗎 對 我在荷蘭應該比較熟練 我在荷蘭反正是我那些朋友 沒抽過然後帶他們去抽耶 oh my god 對啊 怎麼會這樣啊 美國人怎麼會有乖的啊 就是 就是我在美國 應該是我第一次抽 抽join 可能我也不知道怎麼抽 所以就是太多太重 對 有點靈魂跟身體抽離的概念 喔 可是因為我印象中是那種 感光會放很大 對還有那個 就是比如說我可能這樣 用手指刷我的 對很舒服 就一直笑 我後來有聽你說對羊呼罵的事情 對誰 對羊 喔 那就是在荷蘭 然後因為你在宿舍裡面也不能抽啊 所以我們就會 跑到外面 跑到外面抽 那因為我們需要很偏僻 就有點像文山區啦 哈哈哈 謝了謝了 附近都是草叢啊 或者是山羊 怎麼辦啊 還有感覺啊 我們是被深山環繞 喔那還蠻舒服的感覺 但是還不錯 然後我們有一次就是 那邊也剛好幾戶人家 他叫農場嘛 他就有養羊啊 或就是養馬 圍一個篱疤牆而已很近 然後我們就想說 欸那個羊會不會 其實也吸得到 喔 然後我們就面對那些羊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抽大嘛 就是很智障也沒有幹嘛 就呼給羊 就呼給羊 欸說不他們也吸得到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以為 好像可以跟羊對話 那羊有開心嗎 沒有他們都沒有理我們啊 好難過喔 我覺得羊不夠那個 享受自己 這麼好的貨 對欸 而且還免費的欸 真的是呼馬開始做一些 提提高的事情 對 但我還沒有太脫序的行為 其實蠻難的啦 我覺得蠻難的 我覺得蠻難的 我抽大麻的時候 比較是放鬆 但是喝酒的時候 是比較開心的那種 你說大麻會很舒服 對 很想做愛的人 我的天啊 那你有呼馬做愛的人 沒有 還沒有這個經驗 你應該完全沒有 我跟你講 我覺得沒有那個經驗了 那我覺得你可以先 呼馬自衛看看 好 那我現在回台灣了 就當然是離開台灣的時候 因為在台灣超級違法 而且那個荷蘭的那個對象 他不喜歡 他是荷蘭 可是他不喜歡呼馬 他不喜歡那個大麻的味道 麻的 打他 因為有時候會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會想說 要不要一起抽啊 就可以 不好意思 借期發生一些事情 因為你會想說 他是荷蘭人 可能他對這種事情 就比較不會排斥 可是那是個人啦 個人他自己本身 對於煙味什麼的 那也是要尊重 蛤 可惜 那你回馬州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呼 然後就開始自慰 好 真的真的有差 因為他會放大感官 對對對 然後比較放鬆 而且說不然你會這樣更好 找到自己的敏感感 好 感受你的敏感 好來 那就是聽說 歐洲整體的性 觀念是比較開放 有沒有一些比較 淫蕩的故事可以分享 可能是COVID的關係 就是那時候 就是學校就決定 要把我們逃離荷蘭這樣子 應該是有點像是最後一個晚上了 然後我們那天晚上 大家就可能就想說 就是很憤怒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覺得我們的生活 就這樣被打亂了 然後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荷蘭油就沒了 對 然後又喝很醉 然後大家就站在台上 就坐在桌上跳舞什麼的 然後就突然不知道是誰 就說 我們下來比賽看一個人 最多可以親幾個人 Oh my God 對 然後就是每個人 就是身邊的人就這樣 欸 然後就開始美搞 Oh my God 然後親完之後就換親下一個 好快樂 然後我就 那是我第一次 亂美搞 而且我第一次跟女生美搞 喔 旁邊的人很high吧 很high 我第一次一次跟五個人美搞 這輩子第一次做這種 要寄給媽媽聽 而且我是就是 我很straight 第一次跟女生親一親 那是喜歡的嗎 就是 我發現其實沒有差別啊 對啊 就嘴巴 就嘴巴 對對對 所以那天晚上 大家進行到什麼程度 我就只有這樣啊 可能別人有多些喜歡的事情 但我沒有 我就只是 跟很多人美搞 這樣子 whatever 而且就是已經覺得說 我以後人生也不會有這個機會 因為要離開了 對 所以大家就是放肆 所以說你在美搞的時候 美國對於美搞定義 是不是都要超過幾秒鐘 就是垃圾啊 其實我沒有看過 不是垃圾的垃圾 接吻 接吻不垃圾要幹嘛 意思是輕輕就是kiss 就是kiss kiss 所以定義上有這樣的差別 美搞就是要去蛇蚊 然後可能手會亂摸的那一種 我有亂摸那些男生 如何如何 還不錯啊 而且有一個男生 他是美國人啊 可是就是 他是我的gym buddy 就是我們會一起去gym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練得很 很壯的那一種 精實 對對對 然後那天就這樣 你很壞啊 我知道 如何如何 就還不錯 就好像可以成為一個hook up的對象 可是就沒有機會 沒關係啊 你在回Boston那種 呃好吧 因為我那時候在荷蘭也有一個那個對象 你也不想要做太多 我也沒有就是說 對 剛好沒有機會去夜店什麼的 而且都很短啊 對啊 就一個月了 但是COVID害的 哎呀 那最後最後 那你有沒有推薦 荷蘭的景點給大家 當然 M2的一定要去走走 嗯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 呃 博物館的人 然後我也很喜歡 V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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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是VANGO粉 哦對 范果是荷蘭人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覺得 比如說VANGO Museum 或者是 如果大家喜歡歷史的話 也可以去 我覺得那真的要去看一下 就是真的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而且我朋友說 他去M3的房間 他發現說 M3的房間 比他房間大 你就知道台灣人多可憐 沒有他就住台北 這很小 我房間也比M3小吧 你說M3的房間還是M3家 因為我朋友就說M3房間 他不是一個人睡啊 他不是一個人睡 那是他姐姐還是他妹妹睡 那比較合理 對對對 我覺得荷蘭是一個很有歷史性 你要浪也有 對 商也有 對 然後你要看建築也有 你要看浴金箱也有 風車什麼的 我就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 那我一定要回去 欸 我朋友說楊角村你有去過嗎 我真的要去啊 我就回來了 對啊 他說那裡說很boring 可是就是 還蠻有趣 就可以看一次 對對對 他說那裡的人 就是 倒垃圾竟然是 有一艘船 交通工具就是船 對 所以等於說他們家倒垃圾 都倒到垃圾船上 很酷 好神奇喔 所以希望還有機會可以回去 吉巴的COVID 唉 不過大家還是要 身體健康 對 有機會我們都一起 進去荷蘭浪一下 浪一下 就是抽一下浪一下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裡了 感謝我們的 Pussy Protection Thank you 你娘 好怪 對 只是我覺得很怪 好啦 那大家記得去找Pussy Protection 的Podcast來給你 我們也會有合作一集 對 我們那邊還會有另外討論一些 也是色色的事情 對 對 歡迎大家來 她的頻道其實蠻多元 大家都可以去聽 嗯嗯嗯 那今天這一集大概大概 對不起 這一集就到這裡了 好啦 掰掰 亂結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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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